好 現在我們先請這個 我們在演藝圈的號稱這個 人很憨厚 很直爽 金電塔 這個大牛來跟我們說說 今天這麼久才來幫我們鬼話講故事 對啊 太久了吧 那麼久才發我通告 什麼啊 因為我沒什麼好故事講 我剛剛說那個冷面笑像 他講的一定很精彩 是一點都不精彩 只有我一個舊媽 舊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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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的母 舊公的母 舊公的母 他有一個兒子 他一個兒子是這個 有點智障 那平常好的時候 你叫他去耕田 叫他去辦東西 叫他出去街上買東西 他都去 他就是傻傻的 有的不講話 但是瘋的時候 他會去撞牆啊 讓自己死這樣子 發作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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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偶爾 之前是偶爾發生幾次這樣子 那後來是長長 常常他媽媽就受不了了 就把他用鐵鏈把他綁起來 綁在一個 這個蓋的一個鐵屋裡 綁起來每幾天 每到這個傍晚的時候 他媽媽就聽到這個 遠遠就傳來那種鐵鏈的聲音 拖地這樣 這樣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他家門口 他媽媽就跑出去看 到底什麼情形 就一看黑白無常 黑白無常 黑白無常兩個人 要來帶他兒子走 那怎麼樣也是自己的兒子 雖然是白痴 對不對 然後他媽媽那種鄉下地方 旁邊都會有這個尿筒 什麼的 他就把那個掃把沾尿 就打那個黑白無常 就被打走 然後後來他媽媽有去問神 問神 就是神明跟他講說 這可能是前世英國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必須要受到這些懲罰 那他媽媽就是求他說 拜託不要 我這個兒子已經 已經這樣子已經很可憐了 你們還要把他帶走 然後後來 後來好像 聽說 聽說好像就被帶走 因為後來我就直接上來台北了 我很久沒回鄉下去 就 沒聽到這個消息 那那個人你見過嗎 我見過 我還去他那個被關在那邊 有去看他 他也沒別的小孩 其他小孩都很正常 就那個小孩 不過母愛真是很偉大 不管他碰到什麼事情 他就會挺身而出 把我自己小孩 對 沒啦 就這樣 不是很恐怖 有點沉重 滿溫馨的已經